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今天是2020年12月30日 我是王荣升,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外卖龙头美团也难逃中国反垄断大刀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9日证实已经立案审理 继阿里巴巴之后,大陆反垄断大刀再砍向外卖平台 美团 截至目前,大陆网络科技师大咖ATMS,阿里巴巴,腾讯,美团,小米 被反垄断监管折击了一半 港股上市的美团原本传出将回到A股第二上市 目前可能步入蚂蚁后城,被迫延后原定计划 大陆最大的外卖平台美团在大陆外卖行业的市占 已上升至68.2% 而阿里巴巴及其他平台共计31.8%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美团被发现用户使用美团支付时 美团月付和银行卡支付为第一优先选择 微信支付Apple Pay也在支付选择例表上 但没见到支付宝 美团跟饿了么两强相争 饿了么被靠阿里巴巴 美团则有腾讯入股投资撑腰 腾讯对美团的直接持股超过17% 是第一大股东 阿里巴巴也曾经是美团的股东 但2016年已经撤股 这次美团踩雷主要是被举报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 取消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通路 消费者无法在平台App中透过支付宝进行支付 针对互联网平台巨头二选一涉嫌垄断 大陆官方开始祭出强制管开闸 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美团遭遇反垄断诉讼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显示 美团被举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决定立案审理 俄罗斯与印度加强合作牵制中国 美国之音报道 俄罗斯与印度加强准备俄罗斯领导人普京 明年上半年的新德旅行 为应对印中边境局势 俄罗斯有意向印度出售专卫高韩地区研制的轻型坦克 双方也在讨论其他的一些大的军火合作项目 俄罗斯期望与印度继续保持密切关系 避免过分依赖中国 俄中领导人普京和习近平 12月28日电话交谈 两人再次强调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 前所未有 这是两国轰炸机空中巡逻 双方外长电话交谈之后 一个星期来 俄中关系中的另一个最新动作 但另一方面 俄罗斯也在推进与印度的关系 俄罗斯驻印度大使库达舍夫 最近表示 为准备普京印度行 将事先组织两国有关高官的系列会晤 包括将举行军事与军事技术 经贸 科技文化等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的会议 他期望 这些会晤将不会以视频方式在线上举行 俄罗斯与印度正在讨论 确定未来十年新的军事技术合作计划 他说 印度从俄罗斯采购的S-400防空导弹 正按照合同时间顺利执行 预计到2025年时会全部交货 他说 俄罗斯还有意再向印度出售苏30 米格29等战机 以及章鱼SDM-1轻型坦克 一些俄罗斯军事网站就说 章鱼SDM-1轻型坦克正处于测试阶段 印度可能先拿这种坦克试用 然后双方再签署合同 章鱼SM-D1可成为中国在青藏高原 大量部署的15式轻型坦克的主要对手 预计印度可能先采购20辆 许多俄罗斯军备问题分析人士就认为 章鱼坦克原本是一种装备 俄罗斯空降兵的反坦克突击炮 但经过升级和改进后 章鱼SDM-1可在高原稀薄的空气和低温条件下使用 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 鲍里索夫最近对媒体表示 两国正在讨论 可能在印度生产第五代战机 印度多年前曾一度参与俄罗斯第五代战机的研发 但后来又退出了 地价第五代战机输57几天前刚开始装备俄军服役 主要负责各种潜艇研发的俄罗斯鲁兵 潜艇设计局总裁威里尼特最近也表示 俄罗斯有可能帮印度在当地建造六艘潜艇 那俄罗斯主要的海军造船企业联合造船集团的新闻发言人 不久前也同样表示 俄罗斯可提供材料部件和其他技术资源 帮印度在当地建造新一代的扫雷舰 此外俄罗斯将继续帮印度建造 是艘护卫舰 两艘在俄罗斯 其余两艘在印度建造 俄罗斯也可能与印度联手参加孟加拉国的核电站建设 印度资本将投资和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煤炭资源 双方也在讨论签署一项长达20至25年的 俄罗斯向印度供应石油的协议 在航天领域 俄罗斯正帮助印度的载人太空飞行计划 在莫什科郊外 俄罗斯目前在帮助印度训练宇航员 俄罗斯驻印度大使库达舍夫就说 与其他别国相比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印度那样让俄罗斯信任 一些俄罗斯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认为 印度越来越关注北边来自中国的威胁 而中国力对比也日益不相蹭 俄罗斯也同样担忧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 俄印都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 其他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就认为 随着全球重心向亚洲转移 以及美中关系逐渐成为今天国际关系主轴 在俄罗斯与中国不断密切关系的背景下 应该避免俄罗斯过分依赖中国 他们认为俄罗斯应该成为亚洲的第三股单独力量 与印度联手可帮助俄罗斯推进这一策略 形成美中两强之外的其他力量中心 但俄印关系的前景也面临诸多挑战 印度不满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加强关系 包括与巴基斯坦联合军演和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 俄印贸易俄虽然较为稳定但贸易规模小 同巨大的俄中贸易规模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印度同时也是上河组织金砖集团成员 金砖集团和上河组织被批评最近一年多来 在国际事务上鸦雀无声和毫无作为 但印度则不愿看到俄中主导这两个组织 变成反西方和反美的平台 印度明年将担任金砖集团和中国印度 俄罗斯三方机制的轮子主席 印度明年将发出哪些倡议 未来俄中印三方如何互动引人关注 换个焦点 中文播客内容尺度于内容原创中琢磨 播客Podcast这一小众化的媒介 给中国许多新闻从业者和评论人士 不吐不快的平台 不过播客已经受到审查者的注意 中国的播客主播正在学习 如何在掌握内容尺度的前提下 保持内容的原创和坦诚 与中国影视和社交媒体 动辄上亿的视频观看量相比 播客的听众数量低得多 但其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 受欢迎的播客故事FM主播 寇爱泽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表示 他的每期节目吸引到听众人数 大约在70万上下 由一群中国播客爱好者 主办的PodFestChina交流平台 今年发布的一项调查就显示 目前中国播客受众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是教育程度较高的中高收入群体 这项调查结果就显示 中国88.5%的听众年龄在35岁以下 86.4%的听众拥有本科以及以上学历 好奇心、兴趣点和实用性的听众收听播客的首要理由 文学、艺术和个人故事类的播客最受欢迎 而34.7%的播客听众对政治历史题材的播客感兴趣 开发、原创和坦承是播客内容的普通特点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诚 对经济学人表示 中文播客上讨论的话题不像主流中文社交媒体平台那样追求手动 香港南华早报就报道 播客节目忽左忽右主持人 播客服务平台JustPod首席营运官杨一估计 尽管那些由大公司赞助和由风险投资支持的播客数量正在增长 但中文播客90%左右都是非专业或独立运作 美国一份发表于2018年的报告统计 中国的播客市场每年收入约为30亿美元 而杨一说空间正在变小 如果有人是为了想要自由发表言论才制作播客 那他们现在可以收手了 因为这样的气氛、氛围势必会在一年至一年半内开始消散 杨一就表示播客经营者普遍不是为了迎合主流观众 而是做他们真正感兴趣的话题 但他担心 随着观众群扩大商业化继续进行 播客空间将变得越来越拥挤 除非播客某期节目因内容出格爆红 否则审查者一般不会过问 这给了播客从业者一些发挥空间 但中文播客圈同时承认播主们面临多重的审查 也就是自我审查、播客平台、赞助者和广告商审查以及政府审查 新冠疫情让很多议题一下成为敏感问题 播客播主们平时已经很难拿捏审查尺度 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更是游走在审查部门的刀锋下 由三位女性媒体人发起的泛文化类播客 剩余价值今年2月发布了一期题为 《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的节目 内容是对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罗欣的采访 讨论疫情期间的心理文化和政府管理问题 主播之一张之奇2月19日在微博上宣布 剩余价值在播客平台、喜马拉雅上的全部节目突然消失 他们立刻在另一个国内平台 网易云也将这期节目下架 在苹果Podcast、Spotify和官方网站上保留这期节目 不过几天之后 托管在美国服务器的剩余价值网站上的这期节目也已经消失 该节目的支付宝账号也被清退或禁止续约 不允许签约 南华早报就说 剩余价值原团队现在经营一个随机播动的播客 节目上讨论的是有争议话题 全部围绕的是国外事件 主播自一张之奇对经济学人就说 他最关心的是接触到中国国内的听众 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VPN 如果这意味着我必须牺牲一些言论自由 那就随他去吧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现实 今年6月 Cashro和Pocketcast 播客客户端在苹果中国区的应用商店被下架 澳大利亚的Pocketcast 运行者表示 苹果将Pocketcast下架是因为受到中国网信办的要求 该公司说 播客应该作为一种开放的媒体形式 不应该被当局审查 Cashro则表示 他们的产品被下架原因之一 是这一个APP推广过有关香港抗疫的播客内容 8人接种 4人送院 冠病疫苗惹争议 欧盟上周日开打冠病疫苗 但连接出问题引起了关注 德国即运送疫苗时 未能保持所需低温后 东北部斯特拉尔松德一间护老院 8名员工接种时注射正常5倍剂量 一般人应有类似流感症状而送院 当地政府官员周一就表示 受影响的员工是妻女一男 年龄介于38至54岁 对事件表示深感遗憾 重生是个别的工作人员犯错造成 并希望所有受影响的人士 不会出现严重副作用 又引述研发疫苗的药厂BioNTech说法 指疫苗正在实验阶段 已在接受测试者身上展开过 加大剂量实验 结果未造成严重症状或其他影响 虽然欧盟27个成员国 开始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 但传染的病例更强 在欧洲扩散的变种病毒 令民众忧虑 疫苗会否失去防护效用 德媒周一就报道 在英国出现的变种病毒 B117上个月早已在德国出现 那汉诺威医学院 在一名有其他病患的 离世老人体内 找到该种变种的新冠病毒 由英国南部大部分个案属于同一种类 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周一就表示 国家面临右翼民兵攻击的威胁都家 那指他们否定疫情及其健康风险 形容阴谋神话的末日 欲言思维的支持者 已经渗透了极右主义 代表这些否定新冠病毒的人士 可能最后动用恐怖手段 接着我们一起把焦点转上泰国 泰国下个月恐每日新增1.8万案例 威萨奴说不会封国 那泰国冠病疫情管理中心发言人表示 泰国当天新增155中冠病确诊病例 新一轮疫情已蔓延至全国的45个府 他说新一轮的疫情 十多天来扩散速度很快 有关方面预设认为 最坏的情况下到2021年的1月中旬 泰国可能每天新增1.8万名确诊患者 发言人表示 未来一周当局将对此轮的疫情进行评估 若疫情形势润未好转 将会推出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 但另一方面 泰国副总理威萨奴坚称不会封国 他表示 因为8月总理此前已经说过 会先观察7天进行评估 而且现在的情况不是非常严重 尽管在各地区都已经有这个疫情出现 这也是为什么各府现在还不能指出 划分出红色橙色的辅原因 因为疫情发生在各别区域 不过新年过后各项评估会更加严格 此外他还表示 新疫情的发生并不只是外国人的事情 相反这也是泰国人的事情 边境地区也有泰国人传染病毒 因此在新年过后会再一次评估疫情 大概在儿童节和教师节之前那段时间 就算不封国各府府云也可以按照紧急法令或者传染疾病法下令 那最后他还坚称民众在新年期间可以正常出行回家乡 以及新年旅行计划都可以正常进行 并没有禁止民众移动 只是请大家出行小心交通意外 孟加拉说比难民营好再转移罗兴亚难民自孤岛 那孟加拉政府将更多的罗兴亚难民 转移到孟加拉湾的一个偏远孤岛 孟加拉当局昨天用海军的五艘船舰 将南部靠近缅甸边境的科克斯巴扎尔难民营中的 1804名罗兴亚人转移到巴赞岛 那即本月初有1642人送上巴赞岛后 这是第二批被转移的罗兴亚难民 孟加拉当局就表示 转移难民是为了缓解难民营里的拥挤情况 并称只转移志愿前往的人 有些受访者的难民就说他们是被威迫的 那联合国表明没有参与这个转移行动 也对有关行动知道不多 他呼吁孟加拉政府确保没有人被强迫到这个孤岛生活 缅甸军方2017年8月 对缅甸西部若开邦的罗兴亚人展开血腥镇压行动 导致超过70万个难民逃入邻国孟加拉 加上之前也有40多万罗兴亚人陆续逃入孟加拉 科克斯巴扎尔难民营人满为患 那孟加拉政府2018年开始在巴赞岛上进行改造工程 建造可供10万人居住的房屋 很多专家就指出 这个20年前才浮出水面的荒岛远离大陆 土地平积那不满淤泥 每到雨季还会涨潮淹水 甚至藏有龙卷风 根本不适宜助人 可是孟加拉政府就坚称这个岛是安全的 可是孟加拉政府就坚称这个岛是安全的 包括已建起一条长12公里高2米的防狼堤 居住条件也比难民营好得多 当局还只有无良团体故意散播负面信息 今年初孟加拉在海上救起了300多名 原本要崩向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罗兴亚人后 便将他们送往当时还无人居住的巴赞岛 新闻的最后我们来关心 抽脂减肥产成植物人 女商人昏迷10年后身亡 近日内地一名女商人抽脂成植物人 10年后死亡的报道引发关注 据悉世主张金华2008年在北京 明慧宏国际医疗美容诊所 主刀医生王良发的手术台上 印麻醉过量脑部受损成为植物人 昏迷10年后身亡 他的丈夫不断追究此事 主刀医生今年9月被以医疗事故罪拘捕 身高1米7 体重120多斤的张金华 在常人眼中并不算胖的身材 但在涉事诊所初具的报告中 却成了肥胖 腰臀脂肪比率严重肥胖 因此在诊所专家的建议下 张金华走上手术台 不幸发生意外 自此陷入昏迷 当时的北京朝阳区卫生局查明 主刀医生王良发及麻醉师于齐光 麻醉用药超过规定 致使张金华目前构成一级三长 那完全护理依赖 并调消其医师职业证书 为讨个说法 张金华的丈夫王焕凯 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 王良发最近于今年的9月份 被批准逮捕了 罪名是医疗事故罪 王焕凯表示希望通过严惩罪犯 那从而规范整容行业 避免更多的受害者遭此伤害 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证实 该愿意受理此案 那现在还没有排出具体的开庭日期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